来 大家现在看一下 这个句子结构能不能看懂 这个句子啊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精心修改过的 一个带有合成的意味的句子结构 这个句子可以分解成两个句子 一个句子是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students should study together with classmates 然后另外一个句子是 My idea is country to My idea is country to them 或者说叫做 I hold a different opinion 能听懂吗 这个就是两个句子合在一起的 合在一起之后呢 这些结构就变得复杂了 难度变大了 而且呢 现在还有道状结构 我相信大家形式呢 经常写这种句子 就是很多人认为 但是我的意见跟他们不一样 这两个句子从此以后 咱们可以这样 合在一起写了 当然你可以拆开写 我不反对 有的人说我拆开写我比较方便 我觉得我有把握 那是是有把握 但是那样你的句子呢 你又显得怎么样 平淡无奇 显得不能体验你的水平 但这个句子跟那个句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一下道章之后的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Country to the opinion of many people is My heart felt objection to the idea that students should study together with classmates 现在这个句子看完了之后 你们说我的观点是 学生应该一起学 还是应该自己在家学 从这里看出来 他的意思是我认为 学生应该怎么样 自己学 那么这里只是表明了 他们的观念是什么 然后又表明了 我的观念跟他们的观念 是不一样的 这个句子里面 使用的学生叫做 Be country to the结构 另外这里就是heart felt 这个词大家学会 heart felt的意思是什么 中心的 大家看这个词是heart 叫felt的过程度 我内心所想的 这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心的 这个意思 我中心的感谢怎么说 my heart felt gratitude 我中心的祝贺怎么说 my heart felt congratulations 这个大家都会了 当然我们可以叫hearted heart加ed也是一样的 中心的 这里还有一个是objection 什么意思 反对 上面跟jess to 这个词 country上面跟jess to 这个that 他们引导什么统计 是同位重句 能看出来吧 这个在意呢 是同位重句 好 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带下来 下面呢 我们来仿造这个 来造个句子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讲这个句子的目的 不在于你要学会这个变化 是没有意义的 在于要学会 把这个变化 用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知道这个变化 学会来干什么用 有的人说 哇 这个从这个变成 这个我会了 考试又不考这个变化 你学会了什么用 我们在于是 要学会把这些东西用 来看一下啊 很多人认为 老师 如果让学生打分 可能会促进 需要这个教学的 这个提高 效率的提高 我对此持不同意见 这个句子怎么说 很明显 所有的前面都不变 看一下啊 country to the finance many people is my head to the idea 对不对 后面是什么样子的啊 后面是 the evaluation from students may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你会了吧 你看这个句子 再举例子啊 很多人认为 在工厂 在我们这个社区 要建工厂 我对此持不同意见 怎么说 my heart country to the opinion of most people is my heart fell objection to the idea that a factory should be built in our community 对了吗 你看这个结构 是不是非常的可以使用 在我们文章里面 大面积的使用 就没有问题 换句话讲 80%的破误 都可以使用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除了哪种结构 不能使用呢 就是 那个自定义类 不能使用以外 其他的结构都可以使用 这个结构的使用平率最高 而且大家知道呢 在最近考试的过程当中 自定义类考的频率 非常非常低 我们说20%是给他面子 其实连20%都没找到 也就是说那80%的题目 实际上不止 都可以使用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我讲这么多 大家可以呢 自己再去练习一下 啊 来 现在 看着黑板 看着黑板 再听我们练习个句子 听清楚了啊 很多人认为 请外表叛道人 是不对的 我对此持不同意见 怎么说 country to the opinion of many people is my heartfelt objection to the idea that 怎么样 judging a person from experience from这个 personal from这个 这个 这个 evg is 怎么样 is misguiding 或者is misleading 反正会了吧 我对此是不同意见的 下面来看 贴上这个结构 贴上这个结构 先看一下 这是原句 没有到庄前的句子 这个句子呢 仍然不是特别负导 those parents who hold the opinion that money is the only symbol of success unsatisfied with their children finding a high pain and long working job 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是说 那些认为钱 是成功的 唯一标志的父母 对于他们的孩子 能找到一份高薪 而且长时间的 长时间工作的 这样的工作 是十分满意的 大家注意啊 比如说 你怎么每次都造这么长的句子 我们好像造不出来 你不可能造不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句子 是经过什么样呢 改装做的句子 我们今天说过了 我们今天晚做的人物 就是很简单 要提升你的文章 语言质量 从此以后 你那些简单句子 通通的say goodbye forever 再也不能再出现了 现在看一下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其实是什么样的呢 是两个句子合在一起的 也可能三个句子合在一起的 你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句子是 their children 怎么样 find a high pain and long working job 第二个句子是 their par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m 第三个句子是 their parents think money is the only symbol of success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三个句子合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句子 本身写出来之后 不觉得它复杂 不觉得它别扭 不觉得它啰嗦 它表达非常的好 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个 非常好的结构 那么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 我们一会儿学会了之后呢 告诉大家这个句子怎么用 啊 这个句子其实是在表明什么样 大家你发现这个句子是暗地理在表明理由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个句子其实暗地理表明理由 来 大家看下这个句子 我们现在看下道庄 你们先不看道庄 不看我写道庄 你们会这个句子会怎么到 接下来应该写什么 比如刚才讲过的 很简单嘛 应该是必动之后的第一个词 是不是 这个句子 所以道庄之后应该叫做 satisfied with their children finding high paying and long working job are those parents who hold the opinion that money is the only symbol of success 看到了吗 大家看前面是个什么 定义程序 这里是个道庄结构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分词转语 所以这个结构呢 非常漂亮 这样的句子在文章里面有那么两三处 你的语言质量就会大幅提供 所以说教的东西 都是大家这个要想办法 一定要学会 你我教这个东西里面 如果你能学会50% 而且那里的文章里面去 那你就成功了 成功 指日可待 做的结构 道庄做的结构是什么 过去分词加什么 加借词 加什么 加定语 加什么 加定语 再加什么 加必种词 再加什么 加主语 再加什么 再加定语 你看一下 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结构 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呀 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结构 大家关心在于学习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把这个结构呢 稍微的改换一下 大家先听清楚了啊